下拉式选单 假设我今天要让它产生作用 那该怎么转解程式呢 首先的话 在这个下拉式选单 第一个你记得要把这个 这个Auto-Costback 这个打勾 那这个我刚刚讲过就是说 打勾之后呢 就不需要再按一下按钮 它等于是说 直接就帮你按一下按钮的动作 就一次完成了 下拉之后就可以跳到 那一个动作 所以接下来的话 直接在这上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呢 它就会跳到这边有一个事件 其实这个叫做事件 这什么事件呢 就是 D... 这个叫什么 Drop down list 1 那我们刚刚名称名改的话 就是Drop down list 1 那它发生了哪一件事情 哪一个事件呢 就是Slide Index Change 就是说 它下拉的这个动作被改变了 也就是它使用着点的哪一个 哪一个选项 哪一个选项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撰写层次 那怎么样去做修改呢 我们在这里 当然我要知道什么 它点了哪一个生肖 所以我生肖的名称呢 有没有 它如果点了里面的 比如说点了户好了 那后面我只要加上什么呢 点这一批区 然后呢 给什么呢 给那个 Image 的那个 Image URL 的那个 什么路径 把那个属性更改过就可以了 有没有 所以呢 我这个程式传言 怎么办呢 第一个也是 Img ImgA 有没有 它的一个属性 因为我要更改的是 那一个图片控制 像里面的图档 所以呢 图档的连结叫什么呢 它的一个属性叫Image URL 这个属性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下拉式选单 所以下拉式选单 我刚刚没改名称 所以叫做DD DropDownList 所以我先打一个D DropDownList1 有没有 预设值 当然你等下也可以改成DDL1 DDLA也可以啦 那这个名称 当然你如果没有改的话 就是DropDownList1 那这一个 点Tester 它有一个属性就是Tester 但是呢 这个地方呢 还缺什么呢 缺负档名 因为我点了 比如说我点了5好了 它回传回来 这个名称上面就是一个5 后面负档名怎么加 就是串联在一起 串联还记得吧 and的意思 这个地方and的符号是串联 and的后面加上什么呢 负档名 那负档名是一个字串 所以呢 我就用双引号 前后都加 点什么呢 ZPG 这样的话呢 我就会直接查到 到底使用者点了哪一个 并且后面加上点ZPG 就给什么呢 给这个image 什么控制像 它有一个那个图片的 UIL 就是它的路径 那就直接传给它 后面传给前面 这样子它显示出来 就会是这个图档 不过这个前提是你原来的这个名称也要跟你ZPG 里面的名称是一致的 是同步的 这样的话程式就写完了 我们来试试看 把它save 存档 存档之后呢执行 执行之后 我们来试试看 点下去 比如说今天点了2 2点下去之后 会采用一个字件 有没有 indexchange 它改变之后的话呢 就会 执行刚刚那个程式 有没有 那个程式就是 我去把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imageA 对不对 imageA它有一个属性 就是它imageUI 去改变成什么 改变它 这个上面有个名称 对不对 后面加上点JPG 点JPG 那这样不就把它换过来了 图档就换过来 那再试一下 因为我有那个autopause spec 就是我按 不需要再按一个按钮 所以点下去 它就自动 帮我去做 重整的一个动作 那这样你会发现 很方便 点哪一个 马上就可以看到哪一个图档 好 那这样的话 就完成这个范例了 就是 可以更换 当然你这个按钮 还可以再增加其他的 其他 12生效其他的 也可以增加 那 这一边的话 刚刚程式码 就一行 大概近一下 就这个 imageA.UI imageUI 等于 1.txt 后面加上 这个.jpg 那如果说 我今天 要把 这个名称 那最好是 你刚开始 就把这个名称稍微改了 比如说我今天 后改 比如说 inmate 这个ID 它原来叫 周章例子1 那我 如果要更改 就直接 db la enter 改了 改了之后呢 你再点两下看看 它这里有没有 有更改吧 没有更改 所以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你今天执行的话 因为你已经改了名称了嘛 所以它现在 还是会跟得动 它这个名称有改 可是这个没改啊 有没有 但是 它后面会帮你改 也就是 当时它有一个比较聪明的 就是说 你改了 它也会跟着改 帮你同步去做修改 但是 有的时候 这个地方 可能也要跟着改 它没有改这个 这个名称 所以很容易就是说 它可能改部分 没有改全部 然后会造成 那个程式上的错误 这部分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在修改之前 建议你们先把 这个界面 改成 ddla 再点两下 撰写这个程式 ddla 把画面的话 给各位一下 好 好